大家好,欢迎来到MES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 自定义对象的四种形式 那这节课接着来往下学 对象有了 我们如何来得到对象中的值 我们来看一下 那其实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属性 根据属性的名字 来得到对应的一个值 那我们学会如何来声明对象 我们来通过最简单的形式 通过字面 对象字面量的形式 来创建一个对象 y一个obj等于一个 或者说person 这样一个对象 在这里边呢可以有一堆的属性 那我们的属性呢 由名称 起一个名字 假如说username对应的值 team 名之对的形式 这样下还可以再来一个age 对应12 接着salary 1234.56 接着再写一个addr 北京 再写一个sex 男 这样一个简单的对象 里边呢包含了像username age cellary addr sex 这样的属性 接着我们想得到 对应的某个值 现在我想取出king 那这时候呢就可以通过属性的名字 来找到对应的值 都是这种名值对的形式 那就有一些跟属性相关的操作 我们可以看一下 跟属性相关的 一共有多少操作 在这可以看到 属性相关的 我们可以来读取 或者说访问我们的属性 或者可以来添加属性 修改属性 包括删除属性 以及还可以便利我们对象中的属性 这样一些相关的操作 那不管是哪个操作 我们都是根据属性的名字 来找到对应的一个值 来进行相关的操作 这是最基本的属性相关的操作 在之后呢 我们还会讲到一些特殊的 会分析一下这个对象中的属性 像一些特殊的特性 那接着先看一下基本的操作 那现在我想取出一个king 我们如何来取出 可以通过两种形式 一种是点 或者是像我们关联数组的方果号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那有的时候呢 但是我们只能使用这种方果号的形式 那这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想取出这个king 我们就可以通过 名字 写上一个person 对象 点上一个属性的名字 username 就可以把这个king取出来了 根据属性的名字 取到对应的值 那接着我们可以在命令行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控制台中 输出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 console.log 它是在我们的控制台里来输出 输出我们的日志 输出一下谁呢 person 或者说你说用户名 用户名为 拼上一个person 点username 接着你再拼上一个 换行 再拼上一个 想取出 性别 性别 再拼上一个person 对象 对象 点上这个属性 sex 我们简单取得两个就可以 那接着我们来运行一下 在我们的控制台中 就可以得到 console 用户名是谁 可以看一下 这已经得到了 放大一点 用户名是king 性别是男 这样的效果 nf12 打开我们的控制台 点console 接着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输出的这样的两个信息 取到了我们的用户名 和性别 这代表查学我们的属性 那现在你看到的 我们使用的是什么呀 使用的是点的形式 同样的可以使用点 也可以使用像我们的 关联数组的形式 使用方广号的形式 我们可以再来写 它们两个的效果 现在是等价的 写上一个薪水 拼上person.salary 再来一个 地址 在这一块呢 我们不使用点了 使用谁呢 使用方广号 方广号也可以 它们两个是等价的 再拼上地址 person 方广号 单眼号也可以 双眼号也行 加上我们的 addr 好 再来看 薪水 123.456 地址 北京 取出了相应的值 也可以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你看到 这都属于我们的查询属性 通过点可以 通过我们的方广号也行 但当我们 属性名不确定的时候 在之后我们案例中 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这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使用点了 需要使用谁呢 需要使用我们的方广号 它允许我们在程序 运行期间 通过变量 实现相关属性的一个动态 存取 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 现在我们是一个假的 生命一个变量 key 等于一个username 这时候我们可以 consul.log一下 写上一个person 点上key 这就不可以了 你来看一下 当你说我想等量代换的形式 把这个username放到这 你看一下是否可以 得到了一个值什么呀 对 没有这个属性 现在得到的这个值是undefended的 这也是我们对象中的这个属性的特性 当我们对象中没有这个属性的时候 你通过对象 点上一个不存在的属性 得到的值是什么 对 undefended的 那现在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等量代换的原则 是不是相当于把username放到这了 应该取出我们的key 那你看结果是不是没有取出来呀 那现在只能通过什么呀 只能通过我们的方广号的形式 person 方广号key 那现在你看得到的结果 就可以取出我们的结果了 是key 但是你看到我在写的时候 这是变量 这个变量 你不可以把它加到引号之间 如果加到引号之间 是不是又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属性名字了 好 你写上一个key 这时候是不是就又报错了 不会报错 得到的是undefended的 你看undefended的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如果属性不确定的时候 只能使用我们的方广号 因为我们可以在程序运行期间 动态的来改变这个属性的名字 如果属性不确定 需要使用 使用什么呢 使用我们的方广号 这样的效果也可以 这相当于读取我们的属性 那同样的这是对象字面量的形式 对象字面量的形式来实现的这种 属性的插群 那接着我们可以在创建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 new function的形式 假如说我们写上一个function perse info 需要得到像它的名字 年龄 性别 就这三个就可以 那这时候我们在 得到一个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传递三个参数 没问题 那在这里边我们可以通过 lis.name 等于name lis.age 等于age lis.sex 等于sex 用到了这个lis 在之后呢 我们也会学到这个lis 来看一下 当我们处于某个对象 方法内部的时候 可以通过lis 来访问同一对象的属性 那这时候你来看一下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边 现在没有写方法 先简单的 先看这些简单的属性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对象的时候 var person 1 等于new 一个person info 得到第一个 假如说king 年龄 三四 性别 男 这样的一个对象 现在你想得到某个对象的值 假如说想得到它的名字 console 点log一下 person1 点上一个 name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king 来试验一下 小心 king 得到了 包括你想得到它的年龄 再拼上一个 person1 点上一个sex也行 或者方括号sex 也可以 那现在看 king 这样的效果 也是可以的 可以在对象的内部 通过lase 得到对象的某个属性 同样的 现在我们没有加方法 加上一个方法 也是可以的 你看我们可以在这写生一个 好 我们先不来方法的 现在都是简单的 属性 一会儿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方法 这是我们查询属性 那可以查询 我们看到 还可以做什么呀 还可以做 添加属性 那现在我们可以 声明一个空对象 你看 我们再来声明一个 VR 添加属性的操作 VR一个 obj 等于一个 方括号 这代表一个空对象 没有属性 那现在我们想 它添加一个属性 可以通过 obj 点上一个 假设你想添加一个 username 等于一个king 添加了一个obj 点上一个age 等于一个12 obj 点上一个addr 等于北京 接着这个对象中 就有了三个属性了 那现在我们想得到 某个属性的值 consult.log 写生一个obj username 再拼上一个 obj 点age 再拼上一个obj 点addr 来实验一下 king12 北京 是不是也可以啊 这是相当用 动态的添加属性 同样的我们再来通过 方括号也可以obj 方括号写生一个test 指示 this is a test 再把它也得到 反写-n 再拼上一个obj 里边的test 指示 this is a test 也可以 这相当于添加属性 可以添加属性 我们也可以通过 属性的名字 来修改某个属性 修改 指定 属性 同样的是通过名字 找到对应的值 那现在你看到 在这行输出的时候 username还是ping的 我想把它改了 写成一个 obj 点username 对它重新复制 就可以写上一个key 现在呢 我们还可以来 修改属性的值 这是默认的情况下 一会儿呢 我们会学到 和属性有关的一些 高级操作 接着呢 有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来修改的 包括也不可以删除的 那接着看一下 我们再得到一下 这个用户名 修改之后的 修改之后的名字 拼上一个obj 点username 简单的看着一个就可以 修改之后的名字 就变成了queen了 对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好 这相当于修改属性 你可以这样修改 我们再修改一个 obj 方口号 写成一个test 值写成一个 mys学院 接着再得到一下 这相当于添加 修改 有了一个test的属性了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得到一下 console 点log一下 obj 里边的test 好 你看一下 结果 mys学院 这样的效果 mys学院 好 那接着 可以修改属性 我们也可以来 删除指定的属性 那删除属性呢 我们通过的 关键字是delete 通过对象名 表上属性名 加上你要删除的属性就可以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delete 加上这个对象名 可以来删除某个属性 我们来试验一下 通过 delete 删除指定属性 那现在看到在这儿呢 我们还能得到这个test的值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delete一下 obj 表上一个test 删除一下test 接着console 点log一下 obj 里边的test 看一下是否还有我们的mys学院了 好 删新 你看到在下方 是不是已经是undefended的了 对 已经被删掉了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可以再来删一个 delete obj 点上一个什么呀 点上一个username 接着你再来打印一下 .log obj里边的username 也是一个undefended 也可以 两个undefended 通过delete 来删除指定的属性 也可以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看 在这儿 delete 只能删除自身的属性 不能删除继承的属性 这一些呢 等我们讲完这个继承 讲完我们的这个继承 我们回过头再来测试这几个 先知道 简单的通过delete 来删除我们对象的属性 那也可以来便利我们的属性 通过谁来便利呢 先通过第一种形式 通过foldin 便利我们的属性 这样的效果 我们来试验一下 再写一个 再来创建一个对象 通过foldin 便利属性 帮一个obj 1等于一个方过号 x 1 1 2 test 帮号 this is a test edu med 学院 你看到 有这么四个属性 现在想便利我们的属性 可以通过fold VR一个变量 假如说写成一个attr in obj 这样的效果 或者你写成一个属性 p in obj 接着我们想输出我们的所有属性 可以写个consul.log一下p 再拼上一个换行 看一下 它会把所有的属性便利出来 xy test edu 这几个属性 我们都已经得到了 这样的效果 通过foldin 来便利我们的属性 这是我们如何来便利属性 那现在我们写的这个对象中 你看到我们的属性的值呢 都是一个简单的值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有我们的方法 来看一下 对象中如何来写我们的方法 也可以 在上面一个obj 2等一个花幅号 通过对象 自明量的形式 写成一个username ping age 12 add 北京 好 再写一个say hi 那对应的卡好了 不是一个值了 是一个什么呀 function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return一个 或者你可以alert return也行 通过return关键词 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一个 用户名 或者说say hi say hi 简单一点 接着我们来使用一下 obj console log一下obj 点上一个say hi 记住在它后面加上一个什么呀 对 小括号 小括号代表什么 函数 你看到say hi 是不是一个函数呀 这就是我们对象中的方法 调用我们对象中的方法的时候 在我们的这个方法名后面 加上一个小括号 就可以实现一个调用了 得到的结果 say hi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 在对象内部 我们想得到一下 再写一个 person info 或者写个info 对应一个function 想得到一下用户名 return一个用户名 用户名 再拼上一个 现在想得到username 那这时候你看我们写 类似.username 再拼上一个 换行 年龄 list.h 再拼上一个地址 list.addr 接着我们来得到一下 console.log一下 objr 点上一个info 你看到 得到了我们的用户名 king 年龄12 地址 北京 在我们的对象内部 是不是可以通过 lis来访问 当前对象的属性 对 没问题 lis.username lis.h 这样的效果 那这时候你看到了 我们是如何来访问 我们对象中的方法 通过对象名 点方法名的形式 如果说对象名 点方法名的形式 它将返回定义函数的 一个字符串 注意 如果说我们使用 对象名 点方法名的形式 它将返回定义的字符串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忘了加 方括号 加小括号了 这时候你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 点log obgr 点是一个info 这时候你看得到的结果 对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function obgr.info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它返回的是这样的字符串 所以说 调用方法的时候 别忘了加小括号 这是我们相关的一些 基础的属性的操作 属性的操作 同样的再来看 这是我们通过对象字面量的形式 通过new的形式也可以 再来写一个简单的测试 function person 你也可以来 传一个username h sexaddr list.username 等于username list.username 等于age list.sex 等于sex list.addr 等于addr 再写上一个 list.say hi 或者写上一个info 或者写上一个info 等于function 这是不是我们的方法 return一下 年龄 或者我就直接写了 username 再拼上一个addr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我们来得到一下 vr pe 等于new person queen 34 女 地址 上海 现在我们想调用里面的方法 通过pe pe 点上一个info 那你看到在这里边 想得到这个 属性 list.username 和类似点addr 我们来在控制台中输出一下 这样的效果 来刷新 qn 上海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 没问题 这是我们在通过function 通过过造函数的形式 来创建的对象 也是可以的 好 同样的你也可以往里边来添加属性 我们来看一下 写成一个pe 点上一个test 直视 this is a test console.log一下 pe.test this is a test 可不可以添加方法呀 我们来试验一下 再来写一个pe.info1 等于function alert一下或者return this is a test 接着console.log一下 pe.info1 this is a test 这样的效果 this is a test e 区分一下和上面的 this is a test 这样的效果也可以 这时候我们属性相关的操作 那等下节课呢 我们来详细剖析一下 我们这个对象的底层 那好 那这节课呢 主要讲了我们属性相关操作 下来之后 大家把这一块练习一下 为了我们的下节课 来做准备 下节课的时候 你的属性 就不一定可以删除了 不一定可以随便更改了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